作词 李宗盛 我爱因你一些爱我的伤 因为你的付出 活着因你设下生命 原谅是因你的怜悯 你将自己全给了我 保险吸气我的羞愧 而我重新的生命 愿一生能更多有你 我的最爱永远都是你 生病气息应定而延续 爱的喜乐 这世上忽然能夺去 与你永恒约定 我爱因你一线爱我的伤 我爱因你一线爱的伤 因为你的付出 活着因你设下生命 原谅是因你的怜悯 你将自己全给了我 保险吸气我的羞愧 而我重新的生命 愿一生能更多有你 我的最爱永远都是你 生病气息应定而延续 爱的喜乐 这世上无人能夺去 与你永恒约定 我爱因你一线爱我的伤 我爱你一线爱我 因为你的付出 活着因你设下生命 原谅是因你的怜悯 你将自己全给了我 我爱你一线爱你的伤 保險激起我的受愧 而我從心的生命 願一生能更多有你 我的罪恨永遠都是你 生命氣息因你而延續 愛得惜了這世上無人能躲去 與你永恆約定 我的罪恨永遠都是你 生命氣息因你而延續 愛得惜了這世上無人能躲去 與你永恆約定 你永恆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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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我 地海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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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我 我的最爱永远都是你 生命栖心 因地而延续 爱的希腊 这世上无人能夺去 与你永恒 约底 耶稣 成全别人照亮自己 俗话说得好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人常常总是只想到自己 开会的时候 希望自己的意见被采纳 看照片的时候 先看自己 需要打扫的时候 跑第一 在这个社会中 很少有人 是把别人的需要 感觉放在优先第一 在圣经中 神告诉我们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希望别人比我们强 是因为我们的内在 不会有安全感 如果别人比我们强 那我们身上还有光芒吗 有一个故事 蛮能够说明 成全别人 才是照亮自己 这个故事说的是 肖邦的故事 肖邦是伟大的波兰作曲家 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在1831年 他只身流亡 在法国巴黎定居 年轻的肖邦 虽然才华出众 却苦无施展之地 为了谋生 为了生活 只得以教书为生 处境甚为落魄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肖邦结识了鼎鼎大名的 匈牙利钢琴家 李斯特 两个人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 当时的李斯特 在巴黎上流文艺沙龙中 已经非常的有名 对于默默无闻 可是才华洋溢的肖邦 非常的欣赏 李斯特想 绝对不能让肖邦这个人 才被埋没 必须为他赢得观众 所以有一天 在巴黎的街头广告 登出 钢琴大师李斯特 要举行个人演奏会的消息 一下子 很快的 门票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就销售一空 当演奏会开始的时候 紫红色的帷幕徐徐拉开 在灯光下 风度翩翩的李斯特 穿着燕尾服 朝观众致意 台下的掌声 是掌声如雷 李斯特 朝观众行李之后 就转身坐在钢琴前 准备演奏 灯熄灭了 场内一片寂静 人们停止呼吸 在那里闭上眼睛 准备享受美好的音乐 所以当琴声一起 悠扬的琴声 时而如高山流水 时而如夜音提名 时而如气如树 时而如歌如舞 观众完全被那美妙的音乐 给征服了 演奏结束 人们纷纷跳起身来 兴奋的高喊 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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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灯一亮 大家都傻了 观众看见在舞台上坐着的 根本不是李斯特 而是一位眼中泛着泪光的陌生年轻人 她 她就是肖邦 今天你是不是愿意也做一个成全别人 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呢 就好像李斯特为肖邦所做的一样 不要担心你失去身上的光芒 事实上这些光芒都会反射到你的身上 这不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吗 记得神的话说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当我们成全别人 就是照亮自己 怎样然会记得神的话 也届我静得神话 它对咧 你不带相遣 你为 architect